好的主播 画面上可以看到武师团成员 穿着武师 跟着鼓声节奏摆弄姿势表演 新北泰山狮王节睽違两年停办 今年终于复办了 那他们邀请全台各地的武师团 齐聚一堂展现狮艺 那在10月1号呢 就会表演全部的过程 要来选出狮王 当天也会有八组武师团来参加比赛 分别来自台南台中等等 希望透过传统的武师表演 让在地的民众可以更加了解台湾的传统技术 以时会有并且一起祈福 那除了武师表演呢 现场也会发放一千万的平安粥 跟大家一起分享 让民众有武师看又可以填饱肚子 以上是我们掌握最新情形时间 先讲给棚内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